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朝鲜人民军向西海岸交接处的五个区域 一共发射了192枚炮弹 韩国则向边境地区的居民下达了躲避力 而且也在下午马上实施了海上射击训练 对朝鲜进行反制 朝鲜方面表示如果韩方继续进行挑衅的话 朝方将会采取前所未有的回应 其实刚刚进入2024年才五天的时间 双方就已经进行过多番的语言交锋 那么2024年会是最危险的一年吗 双方行动层层加码 半岛局势会一发不可收拾吗 今天晚上凤凰全球连线 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参与讨论 在首尔直播室 由我们凤凰卫视主韩国记者金之贤 他将会带来的是韩国方面最新的反应 那么在台北现场是我们韩国 韩国大学政治外交系教授金真浩 而在北京现场我们要求到的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研究员杨希宇先生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编张冲 带来的一个最新的追踪报道 2024年的魔幻开局仍在持续 朝鲜半岛局势5号再生波澜 根据韩国军方消息 朝鲜当天上午时隔一年多 另据韩国媒体报道称 韩方已向盐平等岛屿居民下达紧急疏散令 而韩军则于5号下午30起 动员白领岛和盐平岛驻军 进行海上射击训练 以示反制 事件会否持续发酵 仍待观察之际 双方在该区域延荡数十年的纷争 却因此再度被推置 风口浪尖 朝韩此前曾因争议海域主权纠纷 于1999年和2002年两度爆发盐平海战 双方各有伤亡 海战后的短暂和平于2010年11月再度被打破 当于23号 朝韩盐平岛交火事件爆发 持续两久的相互炮击 给双方造成惨重伤亡 然而争议海域纠纷 仅仅是朝韩危险关系中的 其中一处导火索 韩联社5号报道称 韩军发现朝鲜正在修复朝韩陆上 非军事区内的前沿哨所 而作为应对措施 韩军则卸下争议海域舰艇上 此前根据有关协议而覆盖的炮衣 朝韩在海陆前线对抗加剧之际 美韩日益升级的军事活动 也为半岛局势蒙上阴影 一连七天举行的 美韩跨联联合战斗射击演习 当地时间4号落下帷幕 新年一时便大半军演 背后目的似乎已是不言而喻 美韩此举也招致朝鲜方面猛烈批评 称韩方的联合军演是盲目的战争策动 而尹熙悦此前 有关延伸韩美威慑的新年致辞 也难逃朝鲜方面痛斥 金正恩包媚金与正 就直言嘲讽称 尹熙悦是帮助朝鲜发展军力的特等功臣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此前也是放下狠话 表示美韩若与朝鲜进行军事对决 将被彻底歼灭 他更是历史性地 将朝韩定义为敌对关系 及交战国关系 并进一步表示 朝鲜半岛战争一触即发 已成事实 突发炮击 朝韩争议海域冲突交火 会否螺旋升级 跨年军演 美韩2024对朝威慑战略 有何重点内容 敌对关系 朝鲜半岛局势 是否已经迈入危险边缘 没打中 让子弹飞一会儿 那关于这些发射 到底发射了多少枚的导弹 在今天中午的时候 韩国方面给出的判断 是200多枚 但是今天傍晚 朝鲜方面自己证实 是192枚 这次发射的时间 是今天中午的10点半左右 到现在正正过去了 12个小时 我们看一看 韩国国内 尤其是官方有哪些回应 之前请告诉我们 在韩国方面 有哪些最新的回应 好的晚风 韩军方面对朝鲜发射 炮弹之后 发表立场说 要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韩方在朝方发射炮弹 约4个小时后 在西海进行了海上设计演习 韩军动员 K-94型火炮和坦克炮等 韩国政界方面 也非常关注这次事件 韩国最大在野党 共同民主党 谴责威胁半岛和平的 朝鲜武力挑衅 并批评说 尹西约政府的 强硬对朝政策 使半岛局势 倒推回到919 韩朝军事协议之前 尹西约政府的无能政策 使边境地区的居民更加危险 政府需要飞弃抢鹰的对朝政策 韩国方面认为 这次设计是 在韩朝军事协议 完全无小化的情况下 朝风要试验韩风如何应对 同时 朝风去年12月1日启动 冬季演习 以此为借口 这次发射海洋炮 值得关注的是 这次事件可说是 韩朝关系回到 韩朝军事协议以前的关系 同时围绕韩军进行应对射击 韩国国内也有赞成和反对意见 但省风认为 需要坚决应对朝鲜的挑衅 但另一方面认为 在危机管理层面上 这不太合适 韩方的行动 是否会导致下一个军事行动 韩国政府在新年以来 连日公开韩军的 单独海上演习 以及韩美联络拒年 这些举动会影响到 这次嘲讽的射击 韩国民众方面感到不安 并担忧最近朝韩朝之间的对峙 最终会导致人员伤亡的情况 王峰 好 谢谢之前 从前方带来的报道 其实每一次朝鲜发射 或者试射导弹 大家会很关注的是 包括导弹的一些参数 一些飞行的时长 距离高度等 但这次其实一概没有提 只提到的是 发射的是海岸炮弹 我想请教的是 我们金教授 海岸炮弹是一种怎样的炮弹 它的威慑力 以及它的特点是什么 朝鲜的海岸炮弹 集中攻击一个 某一个地方的时候 它就使用了 它同时就是用 很多的跑弹发射器要发射的 它的问题 它为什么一直发射到那个地方 因为它知道韩国有联合军队的使领部 就是韩战流流下来 它有的发射错 就是攻击联合军队的 这个联合军队 就是使领部在韩国 霍勤在日本 还有韩美使领部的 但是延平岛这个领域就是只有韩国军队 它就是发射给韩国人看的 实际上想要给美国看的 因为美国今年有选举 因为他们想跟特朗普还想要继续谈 所以这次发射 也算是它就发射一些信号给美国的 但是反而它发射这个 就是对影西约政府有利 因为韩国马上有选举 所以它的一个印太战略里头 针对朝鲜封锁的这种战略 就是老百姓都知道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是不是它就威胁韩国 威胁不了的 因为韩方的一个 这个军备势力也是很坚强的 而且还有这个 是三方一起合作的 日本美国韩国 还有联合军队 所以因此它这种挑战 实际上给韩国看 然后就是暗示给美国 所以我觉得效果不是很大 继续给韩国看 也是给美国看 那我今天请教的是 我们北京的杨先生 杨先生我们知道 其实这一次所发射导弹的位置 是双方的一个争议海域 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 双方也曾经在这个争议海域 有过多次交火 最近就是在2022年的10月份 双方曾经有过试射 包括在同年的12月份 朝鲜也曾经连续两天有过试射 那么时隔一年一个多月 朝鲜这次的动向 您觉得值得关注的是什么 是这个时间点 还是这个地点更为特殊 首先是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是它的一个直接动机 我们都知道 刚才您也讲了 就是1月4号 美航刚刚结束了跨年的 这是非常罕见的 就是美军 驻海美军刚过了圣诞节 还在这个holiday season 就搞了连续七天的大规模演习 而且是抵近朝韩军事分界线 搞了个大规模陆地演习 那么搞了七天之后 你让朝鲜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恐怕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朝鲜就从政治逻辑上 你4号搞演习结束了 我5号一定要搞个动作 那么你的强项是在陆地的前沿 那么我的强项 或者你的短板在哪呢 你的短板就在你那所谓西海舞蹈 因此朝鲜在这个地方 时间点讲的是 针对你的大规模演习 我紧接着也给你打一个炮击 打到你家门口 这是叫所谓的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地点的观察点 这个地点我刚才讲了 实际上是整个韩国防御当中 最薄弱的地方 因为这个所谓西海舞蹈 由于战争的当时的原因 这个是深入到朝鲜的腹地 那么它离朝鲜的海岸最近的不住 也就差不多五公里 五公里的样子 那么整个完全是在这个 大口径炮火覆盖之内 因此对这个地方 朝鲜根本不用打导弹 就弄这个海岸炮 我们都知道朝鲜陆军有一个特点 学书军它的炮兵厚重特别多 特别是大口径火爆 在西海岸搞了大口径火爆的 一百多发也好 两百多发不重要 重要的是密集火炮 能够覆盖整个西海舞蹈 这个是这次演习释放出来的信号 一方面它标志着919共同声明 这个联合声明 不仅是言辞上我被撕毁了 而且是这次用炮弹来宣告 真的是撕毁了 同时用炮弹告诉美国和韩国 你有强大的武装 那么你有你的短板 你的短板就在这西海舞蹈 好 谢谢杨先生 刚刚杨先生谈到了 朝鲜这次发射炮弹 主要是因为韩美刚刚举行了 这个罕见的一个跨年度的联合军演 那接下来关于这方面的内容 我想请之前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次联合军演有哪些的内容和特点 好的 网络 韩美两军在2024年进行了 首个联合军事演习 联合作战设计演习 并已在私人结束 韩军表示今后通过继续扩大 韩美联合军演 提升攻击性联合作战能力 美国空军政策级4日上午 在韩国上空展开行动 最近韩美在继续加强安全领域的合作 美国战略资产不断在半岛上空展开 韩国总统尹熙月一日在新年词上表示 今年上半年要完成增强的 韩美衍生威慑体系 要封锁朝鲜的合计导弹威胁 韩美计划将于8月举行的联合军演习 进行核作战演习 考虑到查方在4日批评韩军的军事演习 说是战争策动 今年将会是发生冲突风险最高的一年 考虑到最近韩朝关系的发展 哪里排除半岛出现 严重事件的可能性 另外有关印太对话 尹熙月政府执政以来 在继续加强韩美日三国在安全 等各领域上的合作 三国印太对话之前 发生了朝鲜设计事件 为了韩方会谋求三国在朝鲜问题上 进一步深化合作的方案 王峰 好 谢谢之前 谢谢 我想请教的是我们台北的金教授 那金教授我们知道 其实如果说朝鲜为了还击 或者说想让美国和韩国注意的话 它的方式有很多 像过去的一年当中 我们看到朝鲜曾经发射过洲际弹道导弹 曾经有过侦察卫星 那这次是一些炮弹 它选择不同的方式 它的一些严重程度会有不同吗 这样 这是白丁岛 还有银平岛呢 其实我父亲以前那边当作一个海军陆战队 那边还有一些 就是有些侦察飞机的 但是那边是没有美军的 而且它没有直接攻击到那个岛 岛一的那个边界上的一个海域里头的 所以就是说它不想要攻击美国的 一攻击美国 它问题大了 朝鲜也知道 这个在韩国的一个武力 这个就是装备的一个 它的这个实际上的威胁性很大的那种 这个新型武器的内容 所以它用这种方式 它就给暗示 暗示给韩国 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攻击你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世界它攻击呢 可能朝鲜这个时期粮食也不足了 而且内部这个问题也是要考量 但是它就反击美国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它每次要攻击是银平岛这个问题呢 那边比较不弱嘛 但是那边我们的那个 禁止设施也是特别多的 因此我们整个来看呢 这种信号呢 现在我觉得它就这种问题 就覆盖韩国国内的很多政治问题的 所以现在韩国人就是反对 朝鲜的这种起风提高的话 这不是帮助韩国执政党的嘛 所以它的有些判断啊 以他们为主的外交政策来看 想要跟美国谈 但是这个时机它就发射炮弹呢 可能是它有些对韩国的政治上的考量是 可能是考量都不是很正确的 而且这种武器呢 韩国能防疫的 因为韩国武器是就是精密度比较高的 一个高科技武器 它的武器呢 海洋炮弹呢就是人工的 就是说它瞄准好就是直接发射的 它不能随时可以变化方向的 所以怎么来看啊 这是给人家看的一些东西 也不是真正的一个挑战 好 谢谢金教授 我再次请教的是我们北京现场的杨先生 杨先生和您谈到了说 这个朝鲜和韩国自从去年的11月底 撕毁919军事监定之后呢 双方一直动作频频 包括说今天我们看到海上 包括之前在路上 其实韩国也观察到朝鲜在这个 韩朝分析线的一些前线的哨所 进行一些修理 那么您觉得从11月底到现在 双方撕毁之后 动作有没有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还是说只是小打小闹 应该讲现在从919 这个联合声明撕毁之后啊 双方走的都是一个相同的战略 叫做战争边缘策略 也就是说呢 双方都想把这个局势 拉到战争悬崖的边缘 但是谁都没想真的就跳下悬崖去 就是所谓跳下悬崖 就是说真正发动战争 就是说朝鲜现在叫备而不战 其实美国也是这个备而不战 所谓延伸核威慑 重点在威慑 威慑本身就不是打仗 如果想打仗就不用威慑了 因此呢就是从目前 这个从美韩一方来讲 就是玩命的增加军备 玩家在包括核军备在内 包括美国的战略核资产 开始返回朝鲜半岛 同样呢 朝鲜也是在常规能力 和这个核能力上 都在玩命的增加 增加我们看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不是真正的为了要发动战争 而是增强对于美韩的这个反威慑 实际上双方现在都在 加速提升威慑对方的能力 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其实现在不是一个准备打仗的竞赛 是一个加强威慑对方的竞赛 简单地讲呢 叫威慑竞赛 而不是开战竞赛 这个威慑竞赛下呢 有两个特点 第一呢 这个形势越来越脆弱 就是双方进入到了一种 非常脆弱的恐怖平衡 就是说我威慑你告诉你 你别动我 动我的话 你后果很恐怖 反过来你威慑我的时候 那么我的后果也很恐怖 因此双方现在的和平没开战 越来越建立在了一张 所谓的恐怖和平基础上 那么另一方面呢 在恐怖和平基础上 当双方这个积累的打击能力 反打击能力越恐怖的时候 实际上战争的门槛就越高 因此今年这一年 朝鲜半岛在历史上 将是一个标志性的一年 就是双方把这个小小的半岛 建成了一个超级的火药桶 现在是开始进入到 建设朝鲜半岛南方南北方 成为全世界第一流的火药桶的 一个年份 那么另一方面呢 建立火药桶这个过程当中 形成的威慑平衡 恐怖平衡呢 又阻止了双方 轻易地不敢发动战争 去打击对方 因此呢 未来的朝鲜半岛 会在一个微如雷软的脆弱平衡上 继续在沿着战争边缘 战争悬崖的边缘 进行形势演换 双方也在战争的边缘 进行战略博弈 所以说双方都是有默契的 永远是在边缘并不开战 好 谢谢三位的一个分析 我们休息片刻 稍后继续聚焦这个话题 一会儿见 好 欢迎回来 迈入2024朝韩双方 持续的针锋相对 半岛局势也在继续升温 我们来看一看双方 在今年的一些表态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在提到2024年的军事目标时 就表示说 朝韩已经是敌对关系 半岛统一是没有实现的可能 韩国总统尹熙悦 则在发表新年致辞时表示 2024年的上万年 会升级韩美延伸威慑计划 从源头上来消除朝鲜核威胁 对此 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 在2号就讽刺 尹熙悦的这一计划 为朝鲜发展军力 提供了正大的理由 那韩国国防部随后又回应说 金宇正的言论是贼喊卓贼 好 双方的话 我们先听到这里 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 在我们台北的金教授 您觉得双方的来言去语 跟过去相比是一样的 还是说语言上有一些不同 代表着他们的一些战略的定位 有一些不同 我觉得他们的一个政治数据来分析 实际上我们军事力量来说还控方面 这个朝鲜军事力量不足了 还有雷德系统也不行 他只是用这种政治数据来说服他国内的军队 他这个也说服不了韩国政府的 因此他这些这次的战略呢 反而也帮助了韩国政府 对于整个来说呢 朝鲜这个挑战这个战争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而且他国际政治上的判断呢 也不是很准确的 他考虑一个地方美国因素 没考虑到别的因素 另外一个韩方对朝鲜比较 这个就是说 比较就是我们严重的那种对应呢 实际上这是英政府的一些政策 所以反过来这种现象呢 反而帮助一些保守派一些政府 所以我觉得这次大年初发生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 就是可能是国内政治 跟南北韩对立的这种情况 还有国际局势上的他们判断 有些可能也不是很准确 那韩国的判断是还是一致的 还没同种价值 好 谢谢金先生 那我再请教一下杨先生 您觉得尹熙悦说 在今天上半年希望能够升级的是 韩美的延伸威慑能力 希望能够从源头上来消除朝鲜核威胁 这个能做到吗 如果说韩美真的升级了 能够从源头上去消除吗 根本不可能 这叫与虎谋皮 你越升级所谓对朝鲜的延伸核威慑 那么反过来朝鲜就越要加强自己的核打击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金与正说你给我提供正当理由了 但是客观上这金与正讲话只是问题的一面 问题的另一面在于 朝鲜越是加强自己的核威慑的时候 也给韩美加强延伸核威慑提供了正当理由 也就是说双方以强对对方强的时候 都给对方采取更强硬的措施提供了理由 那么最重要的是关于金正恩跟尹锡越的言论值的中意 尹锡越的言论延伸核威慑是手段 目的是消除源头 源头其实是朝鲜政权的一个代名词 这个表述实际上尹锡越以前也讲过 也就是说目前韩国政府想的是要消灭朝鲜政权 那么同样道理金正恩委员长现在重新定义南美关系 就是说是敌对关系 已经意识到双方就是政权对政权的这种生死之战 因此尽管今年朝鲜半岛不会爆发战争 双方都在玩弄战争边缘策略 但是目标 性质 政策都发生了改变 就是都把对方当成四不两立的一个政治政敌 那么要消除或者是说遏制住才能够放心 这种情况下朝鲜半岛将进入一个不稳定的动荡 严先生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您刚刚谈到了说今年会使朝鲜半岛非常危险的一点 是一个斗而不破 在一个战争的边缘 是一个脆弱的平衡 那什么情况有没有一些偶发事件会打破这个平衡 超过这个边缘 实际上偶发事件有两种可能 一种偶发事件就是所谓擦枪走火 擦枪走火造成局部冲突演变成大规模冲突 比如说2010年的这个严平岛事件 那么差一点演变成大规模冲突 但是双方控制住了没有 还有一种的这个偶发事件是什么呢 一个契机带来的对话 我们必须要重视这个问题 现在双方搞这个战争边缘策略 这不是目的 目的是手段 这个战争边缘策略是手段 它的目的是说把形势拉到即将爆发战争的边缘 让战争压力迫使对方妥协 所以双方现在都对对方失强失狠 目的不是为了打仗 是要让形势在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下 迫使对方走到对话桌上来 因此当前的这个朝鲜半岛 其实是处在十字路口战争边缘政策 也可能导向新形势下的恢复对话 好 谢谢杨先生 那么在今天下午 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到这个问题 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就表示 正在密切关注朝鲜半岛有关形势的 一些发展变化 那近段时间有官方之间这种对立在加剧 半岛形势持续紧张 那么作为半岛之林 中方一贯主张的是 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半岛问题 好 谢谢几位的参与 也谢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全球连线 好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江湖已沉沦 无处可其身 是血的病人 手机天真 因为无缺 所以不是眼光不正 因为无心 所以是心情人 因为无缺 再多情人 便于盾 不留余恨 我奉不顾身